我想要請教時期 因為其實我們來看 這份民調當中 當然柯文哲他現在是 三乘三領先 但是這裡頭 我們仔細去分析說 那如果是範例的選民 柯文哲可以獲得 是有兩乘五的支持度 姚文哲他自己 只能拿到五乘九 那如果是丁守中的部分 他是範籃選民 是有七乘是支持他的 但是也有一乘五的人 他會留給柯文哲 也就是說 藍的 綠的選票都有部分 會留給柯文哲 我覺得其實民調 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要看一個長期 比較長期的趨勢 那從之前一直到這一次 最新的台北市長的選舉民調 其實我覺得可以看出來 一個趨勢就是 丁守中其實是有一點往下 這可能是國民黨要注意的地方 因為我記得過去曾經有看過 柯文哲到了四成 然後丁守中到了三十幾趴 這樣子的程度 那所以看起來趨勢上面 丁守中跟柯文哲 柯文哲可能下滑的趴數比較少 但是他仍然是沒有辦法再持續的長高 那個就是頂點了 然後丁守中也往下滑 可是唯一往上爬的是姚文哲 也就是他的確後來這個整個團隊重整了之後 然後以政策作為他的競選主軸之後 的確看得出來他是緩步 並且還滿穩的趨勢上面是往上 那過去的民調其實也顯示出來說 民進黨的支持者裡面 有大概一百五十幾趴 我記得還曾經有過五十六趴左右 是會轉投給柯文哲 可是這一份民調看起來是二十五趴 也就是說姚文哲 對 姚文哲有沒有努力的 使原本大家視為綠盤的人歸隊 看起來是有一些效果的 那本來五十六趴現在變成二十五趴 那已經有一半 慢慢的回流到民進黨的這個盤裡面去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底下 我覺得剩下八十天 當然時間也不長 但是一步一步慢慢走 對於姚文哲來說 那個情勢我覺得是好的 畢竟趨勢上面看起來 他是唯一一個人可以逆勢上漲的 那丁守中也的確要注意就是說 因為之前的民調 藍的也有一部分 是流到柯文哲那個地方去 那所以丁守中有沒有辦法 再把這一些可能一兩成的 泛藍的這個 原本是泛藍支持者的人 也把他們收歸 歸隊回到丁守中這個地方來 這是丁守中要努力的地方 但是丁守中我想起來一些建議就是說 我覺得他太常開口講的內容 都太過深藍 也就是說他如果是採取 只要那個深藍十趴的話 他其實沒有辦法使得 流到柯文哲那些人回來 所以他必須想辦法去爭取那個 不是那塊深藍 因為深藍本來就支持你了 所以你要去想辦法去把那個 流出去的十幾二十趴那個地方 他可能是前藍 可能是微微的中間之類的 不知道 你要想辦法往中間一點 把這些人難刮進來 那對於柯文哲來說 他有沒有危機 他現在是現任者 他當然有一些優勢存在 但是他有沒有危機 我覺得其實是有的 譬如說他最近看起來 團隊裡面又出了一些狀況 譬如說會標罵七字經的團隊 譬如說坐公車 然後找人騎往市長連署 他的反應就是說 他碰到不喜歡的 他碰到我無法回答的 他會先扣對方帽子 也就是說你叫囂 你脅迫 你暴力 你騷擾我 你使得我沒有辦法坐公車 然後當記者問到他 沒有辦法回答的問題的時候 他就扣議員帽子 啊 嚇跑了啦 收回扣包工程 如果今天市長 你認為有議員 收回扣包工程 你應該做的事情 不是跑去對媒體說 你應該是跑去檢局 你應該是揪出這些害群之馬 怎麼可以有人這樣浪費工程 這不是一個做市長 應該做的事情 好像在含沙攝影 然後被你影射的對象 完全不知道是誰 可能61個議員 通通都有這樣的嫌疑 所以每一個議員都要開始證明說 我沒有 我沒有 可是沒有的事情要怎麼證明呢 就因為你市長這樣子亂講話 那我會覺得對於這些議員來說 我覺得是真是不可承受之重 怎麼可以用一句話 你根本無法回答說 為什麼人家不簽認同卡 根本你認同卡很可笑嘛 那在這種狀況比下 你竟然還要回過頭去反咬 這也是典型的 扣帽子的戰術之一 所以我覺得他對於 找他連署的年輕人 然後對於監督他市政的議員 他不喜歡的 通通都用這樣的方式 我覺得是會有一些反效果 這也是他應該要注意的 否則他不會仍然是微服的下跌 儘管很微服 但是他仍然趨勢上面是往下的 那如果再接下去 他的團隊裡面再出包 再出包 再出包 他自己再投無遮攔 然後再呈現這樣子 胡說八道的狀況 我覺得那個跌幅會越來越大 週末晚間9點進行鎖定 正直到了週末版